不者早前透过新闻大数据及预访八个屋苑数据编制本港楼市景气和市欢指标 探讨楼市最新发展,事隔近三个月,让我们再跟进看看疫情新一波爆发及港区国安法实行 有否对楼市气氛和楼价表现带来压力? 不过,在探讨楼市前,就上周本难分析市场息率回升一事,略加补充,上周不者指出,随着联储局年同其他央行毫无折制地量宽,息率达至接近零甚至负水平,国债投资吸引力变成鸡肋 相反,央行不断放水,将吸引越来越多资金气债重股,产生债股轮动,由于资金流出债市,间接令国债债息或市场息率逐步回升 央行初期会力压债息避免此情况出现,为成效难了 且完全在一个潜在隐忧,就是中国加快减持美债,联储局积极量宽,说穿了,即是财政部增加发债,联储局再在市场买回,松仪达至印钞放水的效果 不过,联储局的行动令其持有国债占总流通量攀升,短短不足一年时间,比重上升于8个百分点,至百分之21 即目前超过五分一的流通美国国债市由联储局持有 创有纪录以来新高,在联储局中短期内维持量宽下,相信有关比重还会提升 央行目前的行径,由于上市公司不断在市场配股,摊薄其他小股东的利益 事实上,外国投资者,包括政府,持有美债的比重由金融海啸前的逾百分之五十 辰转效滑至目前紧约百分之三十五而以,至近期比重回落速度,更因为联储局无限量宽明显加快 其中,中国期间所占的比重变下错超过一半 当然,中国所占比重明显回落,除因为前述贪薄效应外,还与减持有关 根据联储局数字,截至六月为止,中国持有美债总量为1.074万亿美元 较2013年前高位已减少百分之十八 近年中美关系急转值下,最终会否因为经济和政治因素进一步大幅沽售美债 值得关注,为这情况出现,可能成为推升债息的催化剂 甚至压跨落陀的最后一斤稻草 说回楼市表现,今年初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楼市气氛曾跌入冰点 由新闻大数据透过本地报章的房地产新闻报道 分析其每篇报道用字而捕捉市场气氛变化的香港楼市景气指数 下称景气指数 早于去年12月底便开始见顶回落 今年初疫情于本地大爆发 景气指数折折下挫 于4月19日低见负2.05 事有统计以来第二低,显示楼市气氛异常差劲 然而,由于第一波疫情爆发高峰期于3月后见顶回落 加上股市3月下旬开始弹升 楼市气氛短暂改善 景气指数于4月下旬开始见底爬升 至7月12日高见0.394 好景不常 新冠肺炎于第三季出现新一波大爆发 特区政府推出一系列限制人流等措施 加上港区国安法立法后 再度打击楼市气氛 景气指数于7月下旬又掉头向下 换言之 目前香港楼市景气再度转差 是反映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等的负面因素 值得留意的是 虽然近日本地新增确诊数字较7月底 8月初达三位数已有所下滑 为现水平仍处于相对偏高位置 加上港区国安法相关影响目前才开始反映 预料景气指数短期内将继续探底 并对楼价构成一定压力 近期楼价市欢指标表现方面 全港128个二手屋苑 楼价高于10周比率 中线市欢 即屋苑尺价高于10周平均价数目 占整体屋苑比例 于今年3月初见底回升 随后股市反弹及疫情舒缓 中线市欢于5月底辰转回升至77.3% 创一年以来高位 即有99个屋苑楼价高于10周平均价 期间的二手楼价指数亦录得温和帐幅 不过 6月过后 或许受到港区国安法消息不断发烤影响 加上疫情确诊数字回升 对楼价造成一定压力 中线市欢疫情反复向下的态势 截至8月9日稍稍跌穿50% 即目前已有过半数成份屋苑楼价失守10周平均价 后市而留意中线市欢指标会否跌穿四成的门栏 果如此 按以往这市欢与楼价的关系 意味楼价可能出现较深调整 或出现较长时间的横行走势 此外 统计全港128个二手屋苑楼价创52周身高与身低占比 10周移动平均可见 从5月初的负9%水平反弹 于7月19日更修复零水平 显示128个二手屋苑楼价创52周身高数目较陆得身低的多 截至8月初相关占比回升至1.8%高位 为上周却远 报1.1% 是17个星期以来最大跌幅 值得留意的是 历年数据显示 楼价创52周身高与身低占比与二手楼价案年变化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关联系数约达0.7颇高水平 故此 这指标从5月初见底回升 亦带动整体二手楼价于过去两个多月存稳 不过 近期指标明显回调 留意未来数周指标是否确认转向 若如此 楼市调整的风险不轻 总括而言 楼市景气指数经过4月至7月初反弹后 过去一个月掉头向下 反映楼市气氛再度向淡 虽然近日肺疫新增确诊数字减少 或可缓和楼市向淡气氛 但港区国安法对楼市景气的影响逐步浮现 或具抵消作用 至于楼市市欢指标 二手屋院楼价高于10周比率 或楼价创52周身高与身低占比均出现转弱迹象 若然目前回落太细不变 意味二手楼市将报入调整市况 即楼价可能回落或以较长时间横行巩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